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察来观战一把超Q的爱哭鬼机球拥兵祭司邮差 大龙的机球手,大龙的机球手超Q又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呢 想到了那场大龙梦幻般的三跑 但这种呢,不推荐啊 这个,其实他能三跑,但是我觉得也有被三抓的可能性啊 这是富贵险中球的一组,而且我感觉这个险大于这个富贵 上来,哎,我就抓你机球手 这边出圈,子虎,可以封这个交互点吗,来,拉,哎呦,差了一点点,蓄力刀 好的,可以,可以,可以,打中闪现一刀带走,其实节奏不算特别差 不过呢,抓机球手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后续如果队友救了,然后有机丝洞,他有可能可以牵制起来 凉火再转,这边拉,漂亮 那很舒服啊,这要开局,60秒左右击倒了一个人 然后这道阵容,哎,还能挂进地下室 挂进地下室,这边有机丝 机丝要直接救穿大洞,其实挺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次有拨命的,有拨命的,看一下这次下不下来 这边的话最好先把这个大洞给打了,像打,你救人你随便救,你爱救怎么救怎么救 滑板加速对吧,这个大洞给打了,你这边救啊 救完待会再说,两个人出洞 不叫出洞,出地压室 有拉火 这个火怎么拉 还在瞄,好的,看见了 3,2,1,拉 闪现,给你来一刀,好的,二挂,可以 这样的话就很舒服了,因为机丝是很早救人的嘛 所以说他可以再来挂一个地压室啊 这边过去以后再一个滑板加速把人往回放 大洞这边也知道拼命的在往外爬 滑板加速,但这个距离感觉足够挂你地压室了 三摇都没有用,而且机丝手一般不会带三摇 那机丝再来救一波,再来救一波 你就好了呀,对不对 你想怎么救怎么救 你又没搏命的,我直接挂飞 我也可以接受 机丝的人在上面卡着 最好把这个机丝手给卖了 要救佣兵来救 佣兵这边是拿了一封信 要不就待会儿机丝配合佣兵卡死 救一波,但是保不下来呀 要机丝手自己有神发挥 我觉得比较难,我觉得比较难 这的话,洞仙打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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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火 祭司还有一个洞,还能来 哎,一刀打中,好的 那,可以,可以,可以 大龙说,那我不走了 你别想伤害我队友 再打一刀,到二级 一棒子打晕 躺死角 找里面躺好 没有闪现 所以说居然有底牌,他也传不了人 这样的话,外面应该是差了 加起来差了一台机子 我们看一下机子,一台多一点 一台多一点 因为优兵也过来,祭司也没有修机 所以说比我想象当中慢了一点点 这边带来的机子无所谓的 这台机子放着就可以了 你不可能永远在那边死守 外面,穷者状态比较好 对于超贵来讲,这局要赢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开门战了 开门战之前是拦不住的 开门战之前想要拦住 除非穷者失误啊 对吧,失误导在遗产机 但我们可以看到 求人这边已经开始多修了 所以说不太可能 就是密码机修不完的 一定是能修完的 这个级别的穷人者 不会给你那么多机会的 反身过来找傭兵看见了 好的,消耗傭兵的 护皮也不错 追,没打到 巴师傅这边 这刀应该是肯定要吃的 吃完一刀以后 还有一个加速 这波加速感觉爱哭鬼 都踩了一个香蕉皮 往前一滑 推倒了这边的傭兵 两秒钟,一秒钟 好的,来,过来 再来一刀漂亮 祭司绕过去补密码机 邮差的话 这边机子能开 祭司修完以后 祭司是想打个大洞吗 还是说想把爱哭鬼骗过来 他想把爱哭鬼骗过来 大家注意 这边是想把爱哭鬼骗过来 然后这个机子是肯定能修完的 骗你过来 这边的话你挂地压试试 完了我祭司直接打洞就 然后那边密码机压好 这一手是故意的 你不挂这个地压试 对于祭司来讲 他反而有可能吃一火一刀救人 密码机点亮救人 但是你挂了这个地压试 祭司直接来的话 他怎么地 就是先把人救下来 后续的话 用兵友护臂 他可以直接走 一刀打中祭司 再来跟 再补 没打中 没打中的话 那这边密码机可以点亮了 我觉得这一手祭司等密码机 应该是想把鬼骗过来 这样的话你挂地压试也好 不挂地压试也好 反正你挂到这边干扰不到 邮差的机子在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在这个位置 他其实比较好救人的 就算你不挂地压试 外面那张椅子 祭司也可以从背后打洞过来救人 相对来说 不会吃一火一刀的可能性 吃一火一刀的可能性比较低 落地一个加速 你减速我 我加速你 我封住你进交互点的路线 但是这个减速这小书包 321这刀有没有 没有的话平局了 不会又三 好吧 操Q你可别怪我 感谢大家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